明天考试的部分 会有一个独立性检定 那科学的例子是 不同工厂跟产品缺陷的类型 是否有相关性 还是彼此独立 这个是做独立性的检定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考方检定 那老师以这个我指导的专题为例 那我教他们是怎么做这个科技接受模式 那科技接受模式有讲到 易用性、有用性、娱乐性 使用态度、使用意向 那这个题目是来调查 麦当劳消费者使用APP的 这个科技的接受的程度 他们经过调查以后 觉得不好用的 觉得好用的 最后有用APP 没用APP的这个结果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总计呢 就是把它交到一起 那我们要做考方检定 我们想知道说 有用APP跟没用APP 跟你的易用性 有没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做独立性检定 那这个叫观测值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逆起的这个次数 把它算出来 那逆起的次数很简单 就是你要算任何一个 就是这个乘这个 出于你的全部的总和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I 就等于这个H21 乘上这个J19 H21跟J19 把它两个相乘 然后最后就除以360 他们为了要赶快让所有的公式 Copy一下就可以完成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就必须 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 绝对模式 也就是说我当 我在这里跑的时候 这个J栏 有可能只有类会改变 栏不变 所以我这一栏的前面加 Dalasite 就代表这个不会变 那我这个等一下 会拉过来这个 整个拉过来这里 所以说呢 这个H21 的21是不会变的 但是这个蓝会改变 所以H21 那这个全部都会改变 就打F4就可以了 打F4就可以 所以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式 全部都把它Copy下来 那各位你们做的到底对不对 就是把它相加起来 看跟原来的一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这个的总计 这个总计要跟原来一样 那这里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它没有相关义取的话 期望值应该是这里是79 增进80左右 这个应该是67 按照这个比例 那这个异用性呢 理论上如果没有相关性 这里应该117 然后没有用的部位应该是96 结果这个潜能就差很多 所以这个差距越大代表说 一定有相关性 就是不是独立的 是相关的 所以明天要考试的时候 会叫你们写这个 虚无假设 那一般虚无假设 我们就认为 异用性跟这个使用态度 是无关的 就是代表不显著 那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虚无假设 我们都用H0来表示 那这个对立假设 用H1来表示 那同学把这个做好了 把这个列出来以后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做显著 就代表 如果是显著 就代表说 无法拒绝虚无假设 拒绝虚无假设 这个知识对立假设 拒绝虚无假设 这个知识对立假设 那你们记得 明天要考试 只要是不显著 你一定要写成 无法拒绝虚无假设 不是接受虚无假设 因为你没办法拒绝吧 是他这个意思 那你们如果想知道 它的显著性 你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 你用Kitext CHIT test函数 然后把这两个换为 不包总计哦 不要把总计加进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P值 这个是所谓P值 那我们有讲过这个P值呢 只要小于0.05 就代表显著 那小于0.01 代表非常显著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说我们是 小于0.05 但是大于这个0.01 那一般这个叫显著 所以这里要用两颗星星来表示 所以这里要用两颗星星来表示它 一般都是这样 代表非常显著 我们会用两颗星星来表示 那如果说 你现在是小于0.01 小于等于0.01 一般就代表非常显著 代表非常显著 然后这个是用一颗星星表示 我写错了 那下面用两颗星星来表示 也就是说 我们要画这个图P值等于多少 然后到底是显著性 那这个课本里面有叫你 算出它的卡方值 那卡方值的话 计算是把所有的两个值呢 你的观测值 减到你的这个期望值 然后它的平方再除以你的 这个观测值 这个期望值 那你把这个四个一样 把它加在一起 那你们的课本的例子 总共是12个 ABCD123的例子 那我们这个例子只有四个而已 如果四个的话 你们知道自由度 就是列减1 变成列减1 蓝减1再列减1 叶和减1 所以这里的卡方值是 2减1乘1 2减1乘1 所以卡方值就等得到1 卡方值1 那个自由度是1 那卡方值到底多少呢 我们就把它加在一起 把这四个都加在一起 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两个也把它加在一起 然后在最后再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 就变四个全部都加在一起 那这个四个都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卡方值 就是它的卡方值 那这个卡方值各位可以比对你的课本的例子 课本的这个表 这个已经到1000多了 这个实在是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所以各位同学 你这个P字为什么 有的人说看不懂 这是科学纪念法 9.16乘 9.16796乘10-538 代表非常的显著 非常的显著 那你这个卡方值这么大 你要去求这个P字呢 几乎都求不出来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去看你的这个 卡方值就是在你的课本的这里 你可以去查表 那这个自由度是1 对不对 那各位你们可以看 自由度是1的话 那你的这个 α值 你的α值是0.001的时候 你的卡方值才10.826而已 所以你看课本是这样 那 所以它是小到算不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α值是这么小 小到这个查表都查不到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如果问你卡方值就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是讲这个 像你列出卡方的临界值 那卡方的临界值 你们就要看出 你们是求α值是0.01 还是0.005 那如果0.005 如果自由度1的话 你们查一下课本是3.841 所以只要卡方值小于3.841 我们都认定 这个卡方值呢 这个 这个卡方值是 这个 你只要大于这个代表显著 小于就代表不显著 0.05的时候 所以 主要是这个是在讲课本的 这个 独立性解定的这个例子 独立性解定的例子 那卡方值 就是你的实际值 就是减掉 义取的 义取的义取的义取 义取的义取 全部加在义取 只有卡方值 我们再求这个 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这里